南昌路 这条路 南昌路 这条路 当时徒时梦路 小曼 巴金 林分棉 他们的户居都在这条路上 就是在这块 对 没有梧桐树就没有上海 所以可以说每棵梧桐树 都是真的是有根气的 有生命的 这些树见证了太多东西 所以我们去看一棵 非常奇怪的梧桐树 你是真喜欢梧桐树的 第一次见到梧桐树 我在想 为什么上海的树的树皮 是吃力破碎的 不是一整片的 比如说章树 它都是完整的一个树皮 但梧桐树是一块一块的 比如说这块剥落了 然后新的一小块 就会出现它原来的位置 就是层层叠叠 我说的矫情点 就像这个城市的历史 其实是很容易发掘的 你以为一百年前离你很远 对吧 不是的 只要你住进弄藏 你就能钻进一条虫洞 你已经能慢慢的看到 五十年前的上海 有什么东西留到了现在 七十年前的 八十年前的 一百年前的 你只要轻轻的这么喷一下 历史就会一片片的掉下来 你能看到最核心的东西 我真的太大妈喜欢梧桐树了 我自许为梧桐树下最年轻的神 梧桐树女王 梧桐树下的女神 我想和树交流 你看她为什么长得那么可怜巴巴的 为什么那么瘦弱 然后又外气扭巴 而且你看她像不像一个中指 就她只剩了最后的一根指头 就其他的指头都被削削削削削 削没了 确实看来她好可怜 如果你一直被砍 你就很灰心丧气 你好不容易长出一颗 被削掉了 后来你就不敢讲了 你觉得讲有什么意思 通过你这么一说 我对这颗树真的产生了很大的同情 真的是像受了气一样 我抱抱她 我经常抱树 因为我们是朋友 这个确实是实话 就是去年因为我太难过了 我的心情 我会一颗一颗地抱我去 所以 好 你抱抱她 就 我能 我能听到她 好好活着 好好好 听听她有没有心跳 对的 对的 谢谢你老婆 好好活着 我真的是在思考自己 从活着的本身 突如玫瑰 突如一个东西的这种 掏着心窝子的这种 特羡慕 她就是这个理发库的 你能想象她给人剪剪头发做做生意 然后晚上自己玩这个 对的 而且她没有人看见 并没有她自己在那 她就是吹给自己听的 白日梦 这个是很美好的 太顺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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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所有的理论社区 把她都给赶走 然后变成了改造完的东西 我真的要跳红色这样子 我的命是上海给 对的 肉体的死亡没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在记得你了 就当最后一个人也忘记了你 那你真的就死掉了 尤其在2020年初的时候 非常的恐惧 疫情来的时候 就很不容易 买了好多机票作废 回到这边 觉得捡了条狗命 我就觉得 我不想在那么随随便面的 只是游荡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 没日没夜地开始画画 把我生命中 只有我一个人记住的瞬间 给画下来 我想记录我的生命 因为我不想被人忘记 人生的好的东西 其实就是被选择 但是我不觉得 好像每一次这样的选择 就好像必须要有什么 象征的意义 在中国的特大城市里面 上海 不管它的文明程度 还有它的城市本身的建设 是最好的 有很现代的一面 同时又很安静悠闲的一面 最能够满足 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期许 人就需要这样生活 对吧 你说起上海呢 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其实我是生在上海 我是66年在上海 GNS医院生在那 生出来之后大概几个月 那我母亲的工厂啊 什么就还有我父亲 都一块就去了这个三县 因为那个时候 大批的全是上海过去的人 所以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小社区 大家都说上海话 但实际上经过那么多年 慢慢慢慢的这个 大家也就 没法说自己是上海人了 所以 这个 这个城市 对我来说是 既熟悉 但是又很陌生 很尴尬的 所以我 我一直在面对自己的 这个身份认同 和这个地域认同 或者家乡认同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次的机会的话 我可能怎么也不会 来坐这个游客 哇 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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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要感谢你们 这第一次从这个角度 看两边 普西和普东都看到了 哇漂亮 稍等会啊 这个角度比较壮观 没见过 没见过 我一会儿 要给你介绍一个 刚刚来上海 读书两年的 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你们两个怎么见面 你也是导演 我是导演 我现在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啊 我觉得他就可以 坐在某个地方 我直接走过去 因为毕竟我在游嘛 也是假的 也是假的 那个假的 那个是不是 他在吹笛子 对对对 我刚刚想到这个 大家可能假如他围观看着 这个说 催完我上去打个招呼 这没办法 怎么都是假的 他真是不起来的 他一定是安排的 怎么办 怎么自然一点 王导演 就像以前一样嘛 走过来 我想打个招呼 握握手还怎么着 你想要怎么样 好 那我们就这么拍 你好 您是来旅游的 对啊 您是从哪边来的 我是从北京 北京来的 那您方便问职业是 我是拍电影的 那您是制片还是 我是导演 导演 对 一般你们都不太知道我 导演嘛 躲在人群后面 人群后面 那你来几年了呢 今年是第二年 那你来这两年怎么样呢 我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快 快速 就是他们大家走的都很快 我也会不由自主的 跟大家走的也很快 但是我想着 我好像不赶时间 不赶时间 那我就尝试慢下来 结果我的鞋子被踩掉了 后面有人赶着你了 对把我踩掉 然后会不停的会听到 这种不耐烦的声音 穿到我耳朵里面 那学的是什么专业 学的是红手吹的 那个笛子 笛子 那拿出来看看 嘿嘿嘿 这个就到了我的秀场了 对到你秀场了 呦 很多 这都是你的宝贝了 武器 这是我的吃饭的东西 我们小时候都尝试过吹它的 最大的障碍是吹不响的 你要不要试试 你要不要先试试 它不可能 你要不要试试 吹不出声 你就吹响就好了 随便拿 你看我的嘴型 就是我们先保持一个微笑的嘴型 对微笑 然后中间留一个小动作 您看我的嘴型模仿一下 好看的往里 好看的往里 我就是放弃了 我真的我一直在尝试 你说玩这个就是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说到你们这个经常有一个最流行的这个 这个好玩的话 下面一字读做一个 好 好 我吹一个浙姑飞的快板选段 你就会再做一个大概 在谁面对你 有一点 对 如此 你俩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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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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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 哇 这个太棒了 这个太棒了 虽然我们是寻找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来 这个背景来吹 但实际上你要是没有那种感觉震撼 那后面就什么都不止 这个真的带给我们很强的震撼 我都后悔 当时应该我录一下就好了 哎呀 不好一场再来一遍 当然可以 想不想呢 想不想老家 想 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比较陌生 我看到一些红尾的景 我会自动的脑子里面把它想着 哎 我现在在黄浦江上嘛 我就会联想到我家乡的那个湘江 湖南的湘江 这个楼跟我家里面那个大楼不是一样的吗 这样可以帮助我迅速的适应环境 你必须适应 这样就跟那个私乡的情节好一些 在上海想家的话我就会去吹 底层想起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家里 这种奇迹啊 奇遇啊 我觉得这太太让人兴奋了 这种奇迹啊 奇遇啊 我觉得这太太让人兴奋了 这里面开始开始 这个时候做无比较比较金 噎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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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